物资一向上堆进来 这箱还没搬完 那边又有厂商送来物资 623开到返红煤 各界参与程度超出预期 真的是远远超乎我的预期 我本来想说 有一点担心 不晓得在活动前能不能够打标 其实我跟馆长是约好了 我们两个两边 在脸书上同时上线 能在网络上面公开的 透过募资的平台 短短的68分钟之内就达标 忠实这种寝宗的媒体有 那我们就是要去跟他抗议 我相信大家看中天 都看到快吐血 反对红色媒体假新闻渗透台湾 民间发起小英总统来支持 总统发布脸书宣布 国安法三读 HITEC馆长和486先生 馆长立刻回闻 谢谢总统支持 号召623一起上街头 486先生也分享天文 要大家支持蔡总统 自工的时候 我们在招募的时候 我自己心理目标的设定 是100位 结果我没想到 我早上一PO以后 结果到下午的时候 我的同仁跟我讲说 老师已经超过300位 其实昨天晚上 那个自工培训的地点 是另外找了一个更大 可以容纳300个人的场所 623穿白衣反红媒 过去在凯刀上的经典画面 能否重现反映在行动上 蓄势待发就等623 用自发行动抗拒红色 媒体渗透 三连选台北中够到